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耳朵是用来聆听世界的 但是您知道如何保护好我们这么重要的器官吗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还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三位优秀的耳科专家 来跟你们分享他们的健康忠告 让我们先通过短片去认识他们 好 让我们掌声欢迎三位专家 欢迎你们的到来 请好医生为大家送上健康忠告 戴着耳机为什么就会导致听力就完全下降 甚至是没有了呢 我给大家来简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患者呢 22岁 是个小伙子 是他妈妈呢 带着他来我这儿看病的 他妈妈特别着急 因为他儿子跟他打电话说 我一只耳朵听不见了 那么他妈妈呢就非常着急地来到了我的门正 在一追问小伙子是什么情况呢 小伙子呀 平常啊 耳机不离声 经常是打游戏 戴着耳机打游戏 跟玩友们边打边聊 特别嗨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打了一个通宵的一个游戏 一直没有摘耳机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觉得一只耳朵听不见了 小伙子呢 还没当回事 又这么过了一天 还是耳朵堵得厉害呀 他跟他妈妈打电话了 说耳朵听不见了 他妈妈呢 才非常着急地来到了我的门正 我们来呀 跟他再做检查呢 是一个突发性的耳聋 确实因为工作呀 因为学习呀 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戴上耳机的 那我相信经常打游戏的朋友也知道 戴上耳机 我们要呼唤队友 同时呢 在这个背景音乐当中 又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这个是能够加强游戏的氛围的 但是时间长了 真的就会导致悲剧的出现了 像您刚才提到那位年轻的小孩子 就是因为戴了一晚上的耳机 最后导致自己听力完全丧失了 为什么戴耳机声音特别大 就会导致整个一只耳朵 就完全听不见了呢 你看 这是一个我们耳朵的示意图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这是我们的耳朵耳阔 那么这儿是外耳道 那么这里呢 这个锥形一样的东西呢 这是我们的骨膜 骨膜里边呢 是我们的中耳 中耳里边呢 有听小鼓 那么中耳再往里边走呢 像蜗牛似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做耳窝 那么平常的声音是如何传导的呢 首先我们外界的声音 引起声波的震动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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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动我们的骨膜 骨膜呢 带动我们的听骨链 那么声音呢 就会由外耳 中耳 传到我们内耳里边去 那么内耳呢 有我们感知声音的毛细胞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的声波呀 就转换成电信号 随着我们听神经呢 就传到我们的大脑中枢 我们人体呢 就会感知到声音 那长期戴耳机究竟破坏的是哪 就会导致单只耳朵的听力 完全没有了 那我们知道我们内耳的毛细胞呢 是一个发育非常精细的结构 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结构 那么如果巨大的声音传来的时候呢 就会引起我们内耳淋巴液剧烈的震动 这个震动呢 就会直接导致 我们毛细胞表面的鲜毛 一个机械性的损伤 毛细胞的鲜毛呢 会倒伏 那么它就不会好好的工作了 那么这个巨大的噪声呢 还可以引起我们耳窝的一个炎症反应 那么会引起很多的有害的炎症因子 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呢 都会导致一个机械性的损伤 噪声性的损伤 那么长期戴耳机呢 在长期的这种损伤过程当中 就会导致一个突发心的耳聋 好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 它破坏的是我们的内耳 尤其是会破坏到神经 就会导致我们听不见了 那请您再次强调 您今天带来的健康忠告 我的忠告是 常戴耳机 单行屠龙 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是值得大家关注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真的是会在很多环境里面 戴上耳机 您比如说公共环境里 地铁上 高铁上 飞机上 是肯定要戴耳机的 因为如果我们要是外放的话 会影响到其他人休息 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 所以关于佩戴耳机和听力之间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有问题呢 想问一下郝医生啊 就是我们年轻人经常戴耳机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如果说在公共场合的话 外放会特别不文明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避免不了要戴耳机 戴耳机听音乐呀 工作等等 那我想知道 耳机戴多久会造成突龙呢 好 那咱们来看一看青年组的 俊童关心的问题是 耳机戴多久会有突龙风险呢 我们知道呢 一般的耳机呀 它的声音的能量都在70个封贝以上 那么呢 如果我们的耳机的封贝 达到85个封贝 那么3到4个小时 就会导致一个神经性的耳龙 如果耳机的声音达到90封贝以上呢 那么只需要一个小时 就会导致一个神经性的耳龙 我们可能对于分贝哈 没有特别感性的认识 能不能结合我们生活当中的 一些具体的场景 帮我们来确定一下 那大概说话音量到达多少 很有可能就会刺激到 我们的听神经了 甚至有可能长时间的刺激 就会导致突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正常的交流呢 我们声音的能量只有 40到50个封贝 那么大声呼喊的时候呢 就有70到80个封贝 那么70摁喇叭呢 会达到90个封贝 KTV看歌的时候呢 会达到110个封贝 那么爆竹烟花呢 会达到150个封贝 那您刚才提到 如果要是处在70到80分贝 这个期间 三到四个小时 就有可能会导致突龙了 对对对 会导致一个造声性的耳龙 那90分贝 如果要是处在这种状态 一个小时 就有可能会导致突龙了 对就会对内耳造成 一定的损伤 我觉得那这个事情 说起来挺严重的呀 郡冬你回想一下 你生活当中 戴耳机听音乐 那大概会待多长时间 最长 大概最长的时候 一个电影的长度吧 就是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多小时 那时间也不短了 音量大吗 音量的话 我觉得比人正常交流的声音 还要大一些的 我觉得是 我突然就想起一种场景来 就是比如你坐长途车 或者是坐这个火车的时候 往往有时候坐五六个小时 往往长途车 火火车 环境又比较超杂 很多年轻人愿意 带那种入耳似的 那一带带一到的话 那很有可能 你下了火车 就有可能造成突龙了 对呀 很可怕 而且比如说 在安静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通常那个手机的音量 和耳机的音量 它不是满值是这么多吗 我们会调到三分之一处 或者是二分之一处 也就是说相对来说 那个分贝值还比较低 但是我们在高铁上 在地铁里 甚至在飞机上 那个时候 我们经常会把 那个耳机的音量值 调到最高 对 那肯定是会大于 七八十分贝 甚至达到九十分贝的 对 那我们要是待了两个小时 那真的后果不敢想象 一定给大家提个醒 这个事 真是 大家都在深刻地反省 这个事情啊 那怎么避免 类似的危险出现呢 那么首先是 因为耳机本身 它的声链 音链是很大的 我们当然是 能够不带的情况下 静链少带 那么如果一定要 带耳机的时候呢 紧链少于 这种插入式的耳机 那么插入式的耳机呢 它这个声能 更加直接 容易进入到内耳去 我们知道啊 就是带耳机 它这个噪声呢 对人体的伤害啊 决定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呢 是你开了多大的音链 另外一个呢 你每次要刺激它 多长时间 那么这两个因素呢 导致会对我们内耳 造成多大的损伤 那么还有呢 我们戴耳机的时候呀 如果你是因为 工作原因啊什么的 必须戴的情况呢 尽量间断地使用 不要持续使用 最好是隔多长时间 我们全耳朵休息一下 如果是必须 佩戴耳机的情况下呢 最好一个小时要休息 佩戴一个小时要休息一下 这是保护我们耳朵的 最好的方法了哈 还有刚刚您提到的 那几点 好 那关于佩戴耳机和听力之间 还有什么样的联系 谁还有问题呢 可以继续提问 报告 我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专家 郝主任是这样 在我们生活中 老有这种情况 也很常见 就比如一个亲戚或朋友 你跟他说半天话呢 突然他就跟你打岔和 他说他听不清了 然后你本来挺好的 你一问他为什么 他可能会说 这两天家里和有点急事啊 或者说最近吃得好点了 有点上火 这耳朵啊 有点背 过两天还自己就好了 就因为这个事 我就想到了 如果我们发生突笼的话 我们也不干预他 这突笼能不能自愈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可能引起突笼的原因比较多 刚刚我们提到的 长时间的佩戴耳机 音量比较大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好像上火压力大等等 都有可能会引起来突笼 能不能自己就好了 就不管他了 明白 好 我们看看 连续关心的问题是 突笼能够自愈吗 我觉得这位嘉宾的问题特别好 很具有代表性 我们碰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 他耳朵听了下见以后呢 他就认为就是上火了 他不来就证 过了一段时间怎么还不好啊 才来我们这儿 一查呢 其实他是一个突发性的耳聋 但是呢 由于他没有积极的治疗啊 错过了呢 最佳治疗时间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恢复了 这是非常可惜的 换句话说 突笼并不能够完全自愈是吗 当然了 我们如果是 一旦得了突发性耳聋 我们的必须做到 早诊断早治疗 这才是一个 获得最好的效果的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的 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啊 如果是七天之内 就就诊的话呢 百分之七十的 会得到一个完全的治愈 听力会彻底地恢复好了 对对对 如果你要是 超过一个月再来治疗 那个疗效就非常差了 可能治愈率就只有百分之十五了 所以不能自己瞎判断 也不能够自己在家拖着等着 等出笼自己会好起来 好了 终于搞清楚了 非常感谢郝医生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邀请 王杰主任医师来到台中 欢迎王主任 你好 主持人号 那王主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那王主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反复中耳炎 小心耳龙 早上你 好 请开始您的分享 我有这么一个患者 大概是春节前治疗的 当时我已经下午快结束门诊的时候呢 有一个大概五十多岁一个 尊年男性 有他家里人扶着过来 扶着过来一看 因为我以为是走路不稳的 一般的头晕的病人 但一问呢 看见耳朵流着浓 脸呢还歪着脸 然后呢走路也不稳 有家里人扶着 再仔细一问呢 是于外地转过来的 说小时候呢就经常流浓 当时条件不好 就没仔细看 再到尊年呢 自己有养家 又顾不上自己经常用点药就好了 他当时也带一些片子 CT 还有一些基本的警察结果 初步判断的是 长期的中耳炎导致了胆脂瘤 胆脂瘤呢破坏骨头 把听消骨也破坏 破坏呢到颅内 导致了颅内感染 可能脱一两天会出现生命危险 那当他找您的时候 他还能听得见吗 听不见了 完全听不见了 有家里人扶着听不见 因为他两个耳朵全是中耳炎 全听不见 那真的好严重啊 对 非常严重 其实我们打小就听过中耳炎这个病 说很多小孩啊 自己不听话 到那个河里边去游泳 游完泳之后上来就容易耳朵流浓 大家就说 你这肯定是得了中耳炎了 但是到底是耳朵的哪一个部分 发生了炎症就叫中耳炎啊 您跟大家说说 中耳炎呢 就在中耳的那一部分发炎 包括这个骨膜听消骨 中耳这个狭窄的裂隙这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烟管这一部分 全称作中耳 首先呢 中耳炎它会波及到这个骨膜 引起骨膜窗孔 如果骨膜不窗孔的话 是浓是流不出来的 耳朵就不会流浓 这边呢是耳膜 这是听消骨 这边是外耳道 如果呢 中耳有炎症 黏膜就会渗出 这个膜里呢 就是中耳炎症的渗出液 渗出液呢 咱们可以打上来 可以看到 在正常的侧臂 倒能够挂住 它不容易排空 另外 如果呢 这种液体再多的话 它就会导致的 哇 可以看到这个骨膜就窗孔了 这就咱们说的中耳耳朵 可以流浓了 这窗孔呢 多数呢会自然愈合 如果反复发炎的话 它就不愈合了 不愈合导致呢 长期的这个窗孔 然后呢 这只要有东西就晚出流 有东西就晚出流 这就慢性中耳炎 就是这个特点 哦 流浓就是通过 破损的骨膜 流出来的一些液体 没错 而这些液体里边 是有一些炎症的因子的 它就延伸地渗出液 哇 就跑到外耳道去 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 能够特别明显地看得出来 这个耳膜都已经破了 破了 只要它有点 那肯定会影响听力啊 没错 第二呢 它会波及到这个听消骨 听消骨破坏 骨膜破坏 就导致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 如果呢 进一步波及内耳 它会导致听力完全善失 如果呢 波及到周围骨头 这是上面是脑 后方也是脑 它破坏的这个骨头 会导致呢 颅内的感染 周围呢 还有神经 会导致面汤 破坏内耳 会导致眩晕 非常复杂 所以它影响的范围 是非常大的 甚至是带来的症状 也是很重的 而且症状呢 很复杂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呢 中耳炎是要命的 但是抗生素发明以后呢 这个中耳炎呢 现在反复流浓啊 使用点抗生素啊 它能够流浓减少 但是呢 好些病例呢 它不能完全恢复 而且最关键呢 是它破坏听力 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 会影响咱们日常的生活 刚才我们模拟的 就是中耳的这一个部分 特别容易受到 炎症的影响 对 那为什么炎症 会在这个地方集中 而不会在外耳道发生 各种各样刺激的变化呢 因为咱们外耳道是皮肤 跟正常人体的 表面的皮肤是一样的 它有一定的抵抗力 但中耳腔呢 它特别狭窄 里边呢 好多结构 有听消骨啊 还有神经路过 还有骨膜呢 跟这个内侧比非常狭窄 最窄的地方呢 大概是两毫米 周壁呢 它还不是一个光滑的 这样的话导致呢 它有炎症胜出了以后呢 它容易积聚 不容易排除 所以呢 中耳有炎症呢 比外耳道来说呢 更容易导致经常发炎 好 终于搞清楚了 那我们请王主任 再次强调 您今天带来的健康忠告 我的忠告是 仿佛中耳炎 小心耳龙 找上你 好 那么关于中耳炎和耳龙 谁还有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有个问题 想咨询一下专家 专家你好 您对 那我想呢 我吧 以前小时候爱游泳 经常去游泳嘛 所以耳朵经常会浸水 所以就容易引起 耳朵发炎 有一次说 就觉得耳朵不舒服啊 头晕什么的 后来一检查 就说中耳炎 那治疗一下就好了 但是你想嘛 他经常去游泳 小时候特别喜欢嘛 所以他老反复发作 所以我想咨询一下专家 他为什么会老反复地发作呢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老年组的刘阿姨 关心的问题是 中耳炎 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呢 慢性中耳炎的特点呢 就是仿佛中耳流浓 和骨膜窗孔 这两个主要的特点 为什么反复发炎呢 因为骨膜窗孔以后呢 骨膜自然屏障消失 外界的这个粘东西啊 还有些抗原刺激啊 老会刺激中耳粘膜会发炎 特别是您提到的 经常游泳 游泳那个水啊 它跟咱们这个 体内这个水呢 浓度不一样 它也含有一些病菌 老灌进耳朵里面去 它当然会引起发炎 这是其一 第二呢 这个耳朵周围的 临近器官的炎症 也会导致的这个发炎 这种情况最多建于 儿童期 这个口啊叫烟骨弯口 这个结构有天生的缺陷 这小孩子呢 它就又短又宽又直 等到承认以后呢 它有天然的这个免疫作用呢 比较健全 就会减少发生 儿童段最多建的 腺炎体的肥大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腺炎体的位置 腺炎体肥大呢 可以作为一个细菌 储留的一个地方 这个口儿叫烟骨弯口 它可以仿佛 经过这个烟管开口的 逆行感染到中耳 第二扁桃体 扁桃体在这个地方 扁桃体呢 它除了引起局部的 这个感染以外呢 它可以引起 全身的免疫反应 就比如说肾炎啊 一些血液的问题啊 而且呢同样的 可以波及到这个中耳 另外呢一个 比较常见的情况 这个醒鼻子 我特别地提醒一下 醒鼻子的时候呢 咱们应该有个 相对正确的知识 堵住一个 醒另外一个 如果两个全堵住 一醒的话 它就进了耳朵里边去了 所以堵住一个 醒另外一个 另外醒的时候 不要太用力了 好 那关于这个中耳炎 谁还有问题呢 可以继续提问 报告 我有问题要问 我有个表弟就是 他一发烧感冒 就容易犯这个中耳炎 而且反反复复的 您这么一介绍之后 他说不定还真就是 这个慢性中耳炎 那当然就会担心 这个听力的一个下降了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您说了 还容易治龙 所以就特别恐怖 感觉这件事 想问问您 如果这个中耳炎 治好了 是葱还能治好吗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中年组伊林关系的问题是 治好了中耳炎 听力能恢复吗 中耳炎得病以后 不能单纯靠消炎了 还是要考虑功能的恢复 但是现在的技术 针对不同的病理情况 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个道具 请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我们关键是通过 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 针对中耳炎来治疗 其实恢复听力的效果 是很理想的 好的 来 请上道具 根据这个骨膜和中耳结构 损伤的不同程度和不同部位 我们有相应的 这个诊疗的手段和方法 基本能达到一个满意的 听力的恢复 比如说骨膜这个完整 这是骨膜 这是里面听效果这个结构 骨膜完整 中耳肌液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骨膜穿刺 或者到骨膜质管 让里面液体引流出来 多数体力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恢复 引流 这个术后的后遗症也不太明显 如果骨膜有明显的窗孔 我们可以通过手术修复的办法 现在这种方法成功率达到95% 功能基本达到满意 可以达到满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骨膜的生理振动 它是纳米水平的 纳米水平的 咱们现在的手术显微镜 分辨率大于1微米 也就是现在的手术医生 因为现在的技术 看不到生理振动的骨膜 我们临床上只能把它作为 修复语言来结构 术后再看功能 这个程度 修复骨膜 修复骨膜 还有3D打听骨膜 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可能未来手术修复 中耳人效果会越来越好 另外里边天效骨有三块 这三个骨头它非常精妙 它并不是单纯起到这个传生作 不同频率 有些频率能消除 有些频率能够放大 现有的技术 把这个三个听效骨破坏以后 我们可以反跟鸟的听骨 鸟的听骨是一根 做成一根以后把它进来 能达到一个基本满意的恢复 但后来有后续的新的工具 恢复听力 可以更精确说 应该是利用现有的技术 尽最大可能的提高听力 来达到一个实用听力的水平 就是提高交流的能力 明白了 感谢王主任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有请 李永新主任医师 欢迎李主任到台中 好 谢谢陈老师 李主任今天带来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李主任今天带来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一只耳朵听不见 小心脑流已出现 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是个女性38岁 事业有成 家庭也幸福 但是一只耳朵听力下降 反复发作 那么还伴有耳鸣 她说我就没在意 反正有一只耳朵 听力也好 她下降一点呢 也不影响 再加上 因为她还是一个 事业上干得非常不错的 也不好好请假 所以她就一直忽视这个事 到最后呢 来到我们这里就诊呢 我们给她查了一个核词 发现她有一个脑瘤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有单侧的耳朵听不见 还是应该及早到医院去就诊 其实这也是我特别好奇的地方 我们知道李主任您是我们国家特别著名的耳科的专家 怎么现在也开始研究起脑瘤来了呢 我们经常开玩笑 我跟脑外科来比较 说我们是楼下的 您呢是楼上的 好心象 因为这耳朵的上面就是我们的颅脑嘛 看来这是一个特殊的脑瘤啊 是的 这个我们叫做脑瘤 它的学名叫听神经瘤 它是长在前听神经上的一个肿瘤 是我们耳科常见的一个肿瘤 那我们耳科的检查会容易发现它 因为它没有出现肿瘤 脑肿瘤的一些症状 那么它这个病人往往都不会轻易到脑科 先去看这个肿瘤 反而早期的诊断呢 在我们耳科 所以这个耳科医生操心这个脑瘤啊 也是情有可原 那就需要你们费更大的功夫啊 为病人们来服务 是的 但您刚刚提到这位病人啊 一开始就是单侧的听力下降了 这是所有有听神经瘤病人的一个 主要的症状和体现吗 是的 它其实是一个共性 它首先是单侧耳鸣 我们这是人的耳朵 你看这几根黄色的 这是两根前庭神经 那么接下来呢 这块是耳窝神经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面神经 那所以这个地界上 我们这个解剖上叫做什么呢 叫内听道 大家看这是外耳道 这是内耳道 所以它们两个是对称在一个长轴上 那这个地方内听道 内耳道里面 这根神经出了肿瘤 就是我们所说的听神经瘤 听神经瘤 它的瘤子多半不是长在耳窝神经 它是长在前庭神经上 无论是前庭上前庭下 这两根神经上长的瘤子 我们把它叫做听神经瘤 就是在内耳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边 对这个小的空间 大概其就平均一个多厘米 这么长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 这只会影响到这一边 对一般是单侧发病 如果双耳都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这个概率很低 临床上有这样的病人 但是概率非常的低 多半都是一侧发病 出现一个小听神经瘤 怪不得是单侧的 就主要是那一根神经上 一边的神经上 长了这个小听神经瘤了 所以就会导致 那一侧的耳朵出问题 终于搞清楚了 其实上了一定岁数之后 这个听力下降的现象 还是蛮普遍的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 刘阿姨和何叔叔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自己有单侧听力下降的现象 一般的情况下会有 因为那四周大 它有时候经常耳鸣 像我吧 就这一侧 好像听力稍微弱一点 但是上了年纪总觉得 耳鸣嘛 或者是耳背一点嘛 是正常现象 所以从来没有引起过重视 说要去检查 看看是不是耳朵出现问题了 那何叔叔 您有单侧听力下降的情况吗 我这个右侧 右侧上次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 但是我左侧没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没什么事 毕竟得这个 听神经瘤 听神经瘤也不是说 想得就能得的 可能我觉得 我认为就上了岁数了啊 慢慢慢慢 原来我干的那工作 可能有点关系 噪音比较大 对耳朵有一定的损伤 所以我觉得 应该没什么事 对 我听明白了 好像对于我们上年纪的朋友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第一就是 到了一定算数 听力下降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想象 这是正常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旦有一只耳朵 出现了听力下降 没有太大的影响啊 不是还有一只好耳朵的吗 我们用这个好耳朵听就可以了呀 好了 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季老师啊 刚刚叔叔阿姨讲的 非常有道理 就是说到我们这个年岁 一只耳朵听不见 但是我另一只是好的 没关系 也不影响吃 不影响喝 这个代表着 就是我开场来的这个忠告 一直耳朵听不见 脑瘤可能已经出现了 就是因为什么 他常见 发病年龄 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 单耳发病 往往引起人的重视啊 不那么足够的重视 会疏忽他 所以等到你一检查 哎呦 瘤已经长成了 所以疏忽是一个原因 再有如果要是 一只耳朵听力 一直下降 那会对我们的生活 还有包括对 另外一只耳朵 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单耳听不见的人群 它的数据是多少呢 百分之七十 那青少年 那好耳朵会出现下降 它的概率占百分之七十 就说我不管它 那为什么会下降呢 是因为这只耳朵啊 因为你一只耳朵好 这一只啊 过度疲劳 把活都留给 另外一只好耳朵了 好耳朵说 这活我干不动了 我也累啊 所以一随访发现 它一定会影响到 你的建策耳朵会下降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这个数据 那百分之五十四 到百分之八十四的病人 如果我听不见的这只耳朵 它会合并耳鸣 而这个耳鸣呢 却会是持续性的 比方说以高调的缠鸣为主 但这持续的高调耳鸣 会影响你的生活 影响你的睡眠 影响你工作的状态 它最终会影响你的心情 会导致你情绪的改变 会出现 比方说抑郁了 比方说特别烦躁 它会出现你精神 一系列的改变 所以它严重影响 你生活的质量 那还有一个假如说 像叔叔阿姨 你们去过马路 但是你一侧耳朵听不见 一侧好 有一个问题来了 后面有一个声音响过 您不知道 那个声音从哪发出来的 我们临床上叫做 声音定位能力下降了 那假如说对面过来 是一个摩托车 开得还挺快 那一瞬间 您躲避不及 你以为它从这边来 所以你躲到这儿 因为你定位能力差 声源的定位 它正好从这边来 可能会撞到你 那造成意外的伤害 也增加了 所以松上所述呢 单耳听不见 还应该 引起我们的重视 这回搞清楚了 即便是每一掌 听神经流 我们的单侧耳朵下降 您应该格外地去关注 要不然那坏耳朵呀 就把那好耳朵给 带坏 带坏了 也拉钩里去了 关键是还有好多危险 所以说还是得重视起来 没错 那我们请李主任再次强调 您带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我带来的忠告是 一只耳朵听不见 小心脑瘤已出现 那所以关于这个听力下降 尤其是单侧听力下降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随堂提问环节了 报告 这个我听专家老师说完 我就特担心 这神经流的问题 因为就是我刚才说 我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都戴着耳罩 耳机 一听听一晚上音乐 声音也不小 然后我这个 也觉得这单侧耳朵 说说的也有点听力下降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 就怎么判断自己这个听力下降 或者说我耳背了 跟这个神经流是有关的呢 这怎么来判变 好的 我们来看看 青年组的流色 爱关心的问题是 如何判断自己的耳背 与听神经流有关呢 刚刚我们讲 那个流子不是长在内耳道吗 它在内耳道里边 如果这个流子非常的小 你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耳鸣 别的症状可能没有 但是随着这肿瘤的生长 它的症状会出现了 那么第二呢 我们看这个悬晕 它这种悬晕 多数是晕乎 当然如果这个流子 长得足够大了 那也有可能会出现 激烈的悬晕 听神经流 多数都来自于前庭神经 如果这个流子 大家注意看 在内耳道里边 它相当于一个紧箍咒 内耳道的四周是鼓壁 里边有那么四根神经 这神经长了流以后 它会挤压这个鼓壁 这个鼓壁一挤压 而流子在生长 压在这个前庭神经上 它就会有一些晕乎的感觉 因为前庭神经是控制平衡的 对 我们的前庭神经 支配我们这三个小管子 就是各种立体的角度上 你平衡的感觉 是由前庭神经来支配的 那这个流子压迫了前庭神经 我们就会有悬晕的症状 那么接下来 如果这个流子再长 又长大了 它会挤压它的邻居那根神经 是面神经 它挤压到面神经呢 那么轻度地会出现一些面积抽搐 那再接下来 这个流子再挤压面神经 导致神经的缺血症状 出现面瘫了 那么如果还有一些症状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 38岁的病历 那个女同志 好像是屠龙 耳朵听力下降了一侧 所以它这四个症状 基本上按照次序出现的 也按这个流子长的大小出现的 所以这四个症状 是非常常见的症状 如果出现了这四种症状 到医院您建议大家要做影像学的检查 影像学检查 那具体做哪一种检查呢 做一个内听到的加强的核磁共振扫描 加强核磁共振 加强核磁的漏诊率更低 就是检查的更准确 更准确 基本上很小的几个毫米的小流子 都会给你发现 好 那关于这个单侧听力下降 谁还有问题呢 可以继续提问 方刚 我有问题 那个律师 您好 刚才听您讲 我现在经常担心了 一二三四 我觉得都对得上 真的 就是说 因为那个听神经瘤也是脑瘤 就是说一旦真要得了 这个听神经瘤 怎么治疗 是需要那个开炉手术 首先您最好去医院 做一个加强核磁共振的检查 我一看那一二三四都对得上 对 然后我们再说 接下来怎么治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老年组的 何叔叔关心的问题是 听神经瘤需要做开炉手术吗 现在科技改善了生活 改变了我们的人的命运 我们耳科学是受益的 那么这个听神经瘤 从过去很大才能发现 到现在它刚一长 很小 早期就能发现 是得益于这些检查的仪器设施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些医生的技能的培训跟上 像耳神经外科 耳显微外科技能的训练跟上 那同时呢 国家这么多的枪镜 比方说显微镜 内窥镜 耳窥镜 这一系列的窥镜 让我过去开炉 创伤做很大的手术 变成了微创手术 过去我们神经外科医生开这个手术呢 那多数可能是经炉 开炉做这个手术 那么这几年 微创外科的理念引入呢 我们和脑外科的老大哥 在一起做这个手术 就改变了我们的思路 比方说从我们耳科这个境路进 我向前一突破 就进到内听道理了 找到这个瘤子了 如果这个瘤子延伸到老大哥脑外科这个地盘上 我们双方 我们拿我们这块擅长它 神经外科医生拿他们擅长的这一块 但是这样下来 病人受益 所以呢 根又拿掉了 神经又保护好了 瘤子又切掉了 创伤又没有那么大 看来我们耳科医生的手段 真的是特别的高明 可以帮助到这些已经失去听力的朋友们 那相信今天大家的收获一定特别的多 我们知道如何来正确地保护我们的耳朵 保护好我们的听力 让它能够陪伴我们终生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三位耳科的优秀专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忠告 感谢我们三组嘉宾的参与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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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